主持人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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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早上好 上帝祝福你 上帝与你们同在 今天早上的经文是 《路加福音》十五章 是耶稣教导众人 耶稣用比喻来教导他们 这段经文有三个比喻 第一是失去的羊 第二是失去的钱 还有第三是失去的儿子 还是烂子回头 这三个比喻 都是告诉我们一个信息 就是失落和早盗 失去的羊是 第四节到第七节 上帝说有一个 有一个牧羊 它有一百只羊 有一天一只羊失去了 它把那九十九个羊放在一边 它就去寻找那个失去的羊 当它找到那个羊的时候 它会把那只羊放在它肩膀上 很高兴地回家 它遇见它的邻居朋友 他说 我找到这个失去的羊 就很高兴 就比如天上的天使他们也是一样 一个罪人被得救 他们也很喜乐 赞美祖 第二个 第二个 失去的钱 是 是讲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她有 十个金钱 她弄丢了一个金钱 可是她不知道她已经弄丢了 可是她知道弄丢的时候 她就会点一个灯 拿 就去寻找那个失落的钱 等她 当她找到这个钱的时候 她就很高兴地和她的家里人讲 和她的邻居一起跟她分享她所失去的东西 天上的天使也是一样 会跟他们也是因为找到这个钱 失落了 可是她这个钱对这个妇人很重要 第三个 第三个是失去的儿子 或是滥子回头 这里讲到有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 有一天她的小儿子对父亲说 父亲 我的家产你可以分给我吗 她的父亲就把一半的家产分给她 她就过了几天 她就收拾好她的东西 就离开了父亲去一个远的地方 在那里她就把那些金钱全部的花光了 在那个地方有灾难的时候 她要去找一个地方偷 一个地方做工 找到一个农夫 把她放在养猪的场里 在那里她看到那猪的料 她就很饿 她就想吃那个料 在那个最困难的时候 她想起她的父亲家里的佣人 每天都有三餐 可是她在这里要饿死 没有人给她吃的东西 等她想起她的做法的时候 她就想到 我还是回去我父亲那里 和我父亲讲我 我对她不起 得罪了天父和父亲 所以她就决定离开那个地方 她的父亲就每天 在那个十字路口等她的儿子 在很远的地方 她儿子回来时在远的方向 她父亲看到她儿子 她的父亲就很 很快地跑去她的儿子那里 等她父亲看到她儿子的时候 她就拥抱她 你叫她的仆人 拿一个新的衣服 还有一个戒指 还有一个鞋给她 那跟她讲 我的儿子已经死了 可是现在已经活了 我要庆祝 因为她从死里复活 这三个 比如 还是故事 告诉我们四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所有的比如 是代表不同的人 和不同的环境 还有第二个就是 全都迷失的方向 在经文第六节 第九节 还有二十四节 还有第三个是 全都值得我们去找回 第四个就是 全部需要我们不同的方法 去把它们找回来 就比如 失去的羊 当主人知道 他的羊失去的时候 他知道 那个羊自己 不会生存 因为他一定需要一个人照顾它 所以他就把那九十九个羊放在那里 叫他的佣人替他看管 等于他就去寻找那个失落的羊 他也不知道那个羊失落在哪里 可是他 因为他爱 那只羊 还有他很有耐心地去找它 所以假如他没有找到它 那只羊就会灭亡 所以他就去找那个羊 我们在那个教堂的那个露营的时候 我们Pastor那个圆斗牧师 他有一段小小的那个片 那只羊掉在那个坑里面 一个小孩子把它拉起来 把它拉起来的时候 那只羊因为它在那洞里 我们不懂它多少时间 因为它很惊怕 所以它一把它拉起来 它自由的时候 它就乱 就跑冲出去 可是它又掉进去那个坑里面 可是你看圣经那个牧羊 它是那个主人 它找到了羊的时候 它没有领它回去 它把它放在它的肩膀上 因为它知道 这时候的羊需要它的爱 需要它的照顾 还有它会觉得它很有安全感在它的主人身上 所以我们这里我们学到就是 任我们的朋友是随教会里面的兄弟姐妹 我们知道他们失落了 我们就要去把它们寻找回来 第二个就是那个 那个失落的钱 它那个主人 因为在犹太人的妇女生 他们的家庄是什么 他们都是用那个金钱 穿起来一套十个 他们挂在井上 可是他也不知道 几时那一个金钱掉了 等他发觉到那个钱掉的时候 他就会去找 因为那个金钱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是他 虽然只是一天的工钱 可是对他来讲是很重要 就像我们 我们人类 我们也是失落 我们也不懂我们失落 可是上帝爱我们 因为我们是在他主的眼泪里 我们是很宝贵的 所以他一定会去寻找我们 我们就要去 这里叫我们去寻找那些 我们知道他们 他们不知道他自己已经是失落 因为他没有听过福音什么 我们知道他们是失落 我们要去寻找 然后寻找他们 把他带回 带回主的主内里 第三个就是 讲到 那个失落的孩子 这个失落的孩子 这个失落的孩子 因为我们 我很清楚 我知道我自己已经是迷路了 可是我 但我却没有想到回来主的主理 因为我 对于我的生活 我在社会上 我有一个满足 没有一个很需要 需要上帝的领导 什么 就像那父亲的小儿子 他离开了父亲 因为他要有自由 要有他自己的生活 所以他就离开了父亲 去到一个远的地方 浪费了那些时间 金钱 在喜乐和有 喜乐和那些 罪恶的地方 所以他知道他是 他知道他已经是失落 可是他不要回去 他不想回去 这里我们看到 这里我们看到 前面的两个 两个 羊的失落和钱的失落 我们看到的是 他的主人去找 找回那个失落的东西 在这个 失去孩子的时候 你看他父亲没有去找他 他的父亲只是在家里 等候他回来 他的父亲只是为 为他祷告 每天都盼望他回来 等他 等他遇见一个很 遇见一个很 危险的事 在很紧急的时候 的时候 他就会想到 我在这里 没有地方住 只是跟 猪在一起 因为犹太人 猪是一个很 不干净的动物 所以他 所以他就在跟猪在一起 因为他也是一个 不干净的孩子 所以我们看到他 在这里的时候他想到 他父亲的家里的工人 的用人他们 每天都有三餐 还有一个地方住 而我在这里 就要饿死 和跟这些 不干净的动物在一起 所以他决心 要回去他父亲家里 可是我们知道 他这个决心回去 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因为我们不懂他要 他的路程是怎样的 因为他可能在路上 又要讨吃了 一大堆 可是他的决心是 我要回去 我父亲那里 因为我在我父亲那里 我一定会有 我所需要的 我父亲会赐给我 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 他父亲就每天在路边等候他 等他父亲看到他的时候 他父亲 因为他的爱 就很快地跑去他孩子那边 虽然他孩子很肮脏 衣服破烂 鞋子坏了什么 可是他还是拥抱他 因为就像天父一样 虽然我们离开主 我们犯了很多罪恶 可是在主的眼里 我们还是很宝贵的 虽然人家会看到我们 会离开我们 会避开我们 可是上帝没有他 他只是伸出他的手来 抱住我们 告诉我们 他爱我们 虽然他儿子跟他父亲讲 我不配做你的儿子 我只是愿意做一个仆人 可是上帝 永远就是把我们当做他的子女 所以他就会 他就会给他一个新的生命 一件新的衣服换 还有一个戒指带他手上 那个戒指就是说 他有权柄 因为他是 我们是上帝的儿子 然后他给他算新鞋穿 所以这个鞋代表我们要走一个 天堂的路 所以 这三个 我们 我们全部人都是有经过不同的路段 我们可能是一个迷失的羊 我们可能是一个 失去的金钱 我们不懂我们已经失去 我们可能是一个离开主的信徒 但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全部是 担惊 我们是 迷失的 可是现在我们得到了 我们被找回 我们被找回 感谢主 他也找回我 我也有机会来侍奉他 还有做他的儿子 我想这段经文 会给你们想到 你们是怎样被主找到的 我们要珍惜我们的时间与上帝 还有珍惜这个 这个我们虽然我们是失落 可是上帝还是爱我们 他是愿意等我们 他很有耐心地等候我们回来 不信任 我还想到一个人 不信任